哈囉大家好 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絕地訓練營迎來第三季 絕對不要忘記我們還有有獎真達 想要獲取絕地訓練營實體或虛擬周邊的朋友 記得要到片尾回答問題 沒錯 今天又來到Winner Winner Check and Dinner 大秘技 各位在近距離對槍時 是否常常感受到沒有把握對贏的感覺 沒關係 今天瓜肉小教官將傳授多種的近距離對槍技巧 讓你獲得99%高紀律近距離對槍秘訣 想知道高手玩家都怎麼對槍嗎 繼續看下去就對了 Let's go 首先在近距離對槍時 我們必須先預判是否會有敵人 如果是依未知的情況下 你就必須對地圖非常的熟悉 並且知道哪些地方是有高紀律伏兵的 了解到訓練場地圖的轉角處或是掩體後 如果是以有玩家的情況是會有高紀律做買點的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做預判與預開的動作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往往你的對槍就會有高紀律輸掉 但如果是你已發現敵人的情況下 就可以準備開始做預開了 畢竟如果你有預開 你可以比敵人多個零點幾秒的秒差開槍 雖然對方可以有先手拳架槍等你進攻 但你是可以斟酌利用時間差進場預開先打掉敵人的 這樣會使敵人反應不及 而且也可以打掉敵人大部分的血量 這也是必須要熟練與了解的 再來就是實戰篇啦 第一是開進進距離直接秒頭線 我會先跟上面說到的預開做結合 依上述說過的預開期方做預判 與敵人對槍時優先瞄準頭線 並開進精準射擊到頭線造成瞬殺的狀況 如果不了解如何練習頭線或瞬間秒殺的話 可以到絕地訓練營官方頻道觀看 第三季第二集絕地訓練營的瞬殺頭線教學 但這一個缺點就是你的移動路徑會比較小 操作也沒有那麼靈活 但如果頭線有涉及到的話 是可以高機率造成瞬殺的 第二是 腰射對槍 這個對槍的話就會比第一次更靈活了 但是在腰射的情況下彈道是會偏移的 所以要先到靶場上多多練習 熟悉子彈的彈道才開始使用 這個對槍的技巧在於靈活度非常高 能夠閃避敵人的子彈 而且還能夠善用趴地射擊甚至蹲射這些技巧 讓敵人摸不著頭緒 來不及將槍線往下掉 基本上這就是分為兩派 就是精準派與神法派 學會這兩種的話 基本上你就能活用開近射擊 甚至是我們的腰射射擊近距離對槍 並且順利在近距離鋼槍獲勝 最重要的近距離對槍 上面有提到過 可以透過趴地 尊射等神法技巧來閃避子彈 最多的情況趴地是使用在對槍看似對不贏的情況下使用 讓敵人措手不及 不過這樣的一個方法其實在很多實戰中都有不同的應對方式 趴地與蹲射是有很大學問的 以前的影片都有提到過 各位可以回去看看 三法是對除槍法以外 對槍的置身關鍵 想要成為高手玩家 讓近距離對槍的獲勝率提高 是必須要有一個好生法的 那這兩個技巧的深度教學 絕地訓練營第一季與第二季的影片都有提到過 有興趣的朋友們 記得要回去看以前的影片 了解到執法教學 大局與地圖觀 甚至更多的實用技巧教學 最後 各位這部鴨瓶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Gua LOW Gua LOW 瓜肉 同時也歡迎追蹤 絕地求勝利的官方粉絲團與官方頻道 我是瓜肉 再見 Bye Bye